美国跟菲律宾在22号展开年度联合军演 今年是首度在菲律宾领海外举行 法国澳洲也有人员参与 观察国更是高达14国 总计动员1.6万名士兵 为其三周 堪称是史上规模最大 军人们分工合作搭建营地 架设铁丝网 美国与菲律宾于22日展开为其三周的联合演习 同时也是两国接近40年来 首次将在菲律宾领海外 同时面向台湾与南海的国际水域举行 同时法国澳洲也派人参与 规模堪称史上最大 演习共计约1.6万名士兵参与以外 英 德 加拿大 纽西兰 日本等14个国家 也作为观察员进行观察 直到5月10日演习结束为止 另一方面北韩也在22日下午2点发射飞弹 专家分析这次可能不是对于美韩联合军演的挑衅 而是超大型火箭炮测试 近年全球局势动荡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最新报告显示 全球2023年的军事支出 创下自2009年以来最大增幅 达到2.4兆美元新高 比前一年增加6.8% 台湾去年军费支出达到台币5,450亿元 比前一年高出11% 位积全球第21年 而大陆近年来不但增加军费预算 也导致周边地区加强军事实力 专家估计这个趋势未来几年内将会更加速 记得张一样似乎报道